不过呢还有一些明星啊 因为长得太像了 老是被别人误会 说你们是亲戚吧 但我们告诉你啊 不一定长得像的就是亲戚 咱们千万不能光靠长相来扮别啊 因为还有血缘这一说呢 来看一下 我觉得今天可以看见他 好像看见我 十散多年的大哥 十散多年的大哥 钟达星这说的是谁呢 觉得还蛮像的 对就是 失踪好多年的妹妹 钟家鑫香港TVB 一线女花旦 无尊闻来偶像男星 这从未合作过的两人 却以为极其相似的容貌 一直被称为十散多年的兄妹 其实圈内一位长相而被网友 乱点亲戚谱的明星可不少 比如老牌歌手 动力火车两位成员 球星与芷霖 从来都不靠脸吃饭 不过最近球星的脸 却常常被外界拿来做文章 因为人们怎么看都觉得 球星与台湾地区当红演员 明道也太像了吧 有看过就觉得蛮好笑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问过我 不过我说 就是直接就是 为什么我那么像明道 然后我就一直说 应该是明道像我才对 我是这样认为 你自己有觉得像吗 我不觉得像 其实在娱乐圈 想找个长得像的亲戚 还真不难 都是小眼睛的林依连和吴倩连 连酒精沙场的摄影记者 也会傻傻分不清楚 我叫吴倩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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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成龙大儿子房祖宁与张国立大儿子张默并排座 外人也难免会发出感叹 这两位不称兄道弟 过不去啊 无论有 今年演员夏宇 和从家有儿女中走出来的流星 张一山长得也宛如自家兄弟 令人难辨身份 而正经微作的央视名嘴 白颜松与著名摇滚和手汪峰 长得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竟连标志性的眼镜都看似是同款 就整体吧 也戴眼镜 大概脸型的灵魄 确实有点像 反正 我应该是十年前的他嘛 出道十多年的陈宇凡 也经常被掌管立大 反正在身上眼镜靠了 感觉应该不会给他拍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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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应该会给他拍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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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王洛丹就有点可怜了 像谁不好偏偏要像葛优葛大爷 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在家躺着都能中枪 然后台下我也跟他解释过了 他自己还觉得有点像 我觉得我跟葛老师 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就是属于不是外貌美而西零美 同样情况还发生在 唐伟和韩国男星张跟硕身上 对于和帅哥攀亲 唐伟不仅不介意 甚至决定一次突破自己 上位有一个汽车问过之后 我去看了一下 那就说明我有 绝对有这个能力 去扮演一个男性的角色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导演 能够考虑一下 因为这是我的愿望 天下游太多的巧合 撞脸也并非明星们的本力 不过长得像和有些人关系 可不是一马仕哦 还要擦脸眼睛看清楚才是啊 游戏的地 明星们长得有点凑巧 编辑报道 看了以后心情好好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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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